而是猫头银的NH-D15G2散热器 也是无数人期待已久的一款旗舰及双塔风的散热器 这回总算是真正推出了 而关于它的实际表现 我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D15G2确实有改进 性能表现也非常亮眼 但我也能够说没什么改进 又或者说它主要的改进并非来自散热器本体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 本期节目将会和各位微微到来 节目的开始 我将D15G2的具体规格给列出来 并与上一代的D15一同做比较 首先D15G2相比起D15 最大的改进自然就是从6跟6毫米的热管 升级到了8跟6毫米热管 塔体也做了避让偏移的设计 同时风扇也升级到了全新的A14-25RG2 包装设计和配件内容与D15差异并不大 但它们的扣具是不能够通用的 这点必须特别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 D15G2出厂就给了AMD的偏移扣具 也就是我之前给各位做过的 偏移扣具配件内容 当然同样因为和D15的底座所谓是不同的 因此这套PA扣具也和我之前买给D15用的是不同的 同时也提供了降低LGA1700的ILM电片 可以让CPU扣具压力变少 另外D15G2有一个小改进 我不确定是好还是不好 这点我倒想问问屏幕前的你们 那就是散热器底座的所谓孔并非常规的十字螺丝 而是六角形梅花螺丝固定 好处就是梅花螺丝固定起来会更加顺畅一些 但坏处就是如果不小心弄丢原配的六角形梅花螺丝刀 紧急需要拆装就相对比较麻烦了 你们是觉得用回传统的十字螺丝更好呢 又或是这种在安装体验上更加理想的梅花螺丝 这一次的D15G2也一并推出了三种不同土底的版本 而分别为土底幅度最少的LVC 中等土底的标准版 以及土底情况最高的HBC 简单来说LVC更适合AMD平台 HBC更适合LGA1700平台 而标准版则是表现均衡的 我入手的是双平台表现都均衡的标准版 而同时按照超能网所给出的表格 在AM5平台进行偏移安装 以及LGA1700增加1mm的垫片下 标准版的表现是三款当中最优秀的 也是适配性最好的款式 这也是为何我会选择标准版的主要原因 在开始进行温度测试前 不久前也爆出了D15G2会有部分批刺 存在风扇同步共整所产生额外类似吹口哨的噪音 所幸我手上的这颗并没有这样的问题 稍后的实际噪音演示大家也能够仔细参考 前面和各位简单介绍D15G2 现在就是要这次进行散热性能测试了 当然少不了对比的对手 还是和上期超频杀RG820平称完全一样的三款散热器 只不过发热源换成了i9-14900K 同时还加入了AMD Ryzen 9-7900的温度测试 其他的测试配置与详情这边我也给各位附上做参考 首先来看看风扇满数下压制14900K300W的测试表现 茅头运D15G2以一度的优势领先RG820排在第一 而上一代的D15则是有着4度的温差 但是大家也应该注意到了 我把D15和D15G2的风扇也进行了替换测试 结果反而是D15搭配A14-25RG2 比起D15G2搭配A15还低一度 说明了D15G2的性能优势核心还是来自这一套 A14-25RG2的风扇表现 为了验证这样的测试结果 是不是和AMD平台也相近 我也进行了7900-210W的风扇满数压制测试 由于AMD平台的积热状况 各款散热器的表现 以及交叉风扇搭配的结果 差异都不是很大 表现最好的还是茅头运D15G2 但对比第二名的RG820只有0.2度的优势 基本可以算作误差 和表现最差的D15也就只有2度的温差 同样的在D15和D15G2风扇互换后 D15的表现也会比起D15G2好上一点 当然上述的两项测试 都是在风扇满数的状态下进行 因此接下来我将测试 换成了符合日常使用场景的 40分贝噪音模式 此外由于满数模式的测试 功耗相对会比较激进一些 为了控制测试不会超出100度 40分贝噪音模式的功耗会调整至 14900K275W以及7900190W 在14900K275W功耗场景下 猫头鹰D15G2的表现非常亮眼 以91度的成绩领先RG8202度 而对比D15更是有5度的温差 两代散热器相互替换风扇后 则是呈现持平的状况 换到了7900190W的测试后 D15G2同样以90.2度的成绩 领先于其他的散热器款式 但这里和D15交叉替换风扇后 则是D15的表现会稍好一些 而当然0.8度的温差基本也能算作误差 再给各位做测试后的总结前 我这里先给各位分享 各款散热器风扇的满速噪音表现 结合所有温度测试以及噪音表现做总结 毫无疑问 猫头鹰D15G2的优异表现 就是来自这一对A14×25RG2风扇 不可否认A14×25RG2风扇的表现 确实给到了我很大的惊喜 而且还是在提升风扇的性能同时 保持1500RPM的最大转速 并且维持和A15差不多的噪音表现 比起很多动转2000RPM以上的风扇 这样的规格可用性自然是更高更实际的 真正达到了实际使用的性能提升 然而不代表D15G2就没缺点 首先就是塔体性能 也许是风扇的表现几乎无懈可击 导致塔体的散热性能给人感觉一般般 甚至有点小失望 毕竟是隔了七年之久 多少会期待堆满规格的D15G2 其实塔体会有更好的散热表现 当然我自然也知道风扇塔体的性能已经到极限 很难再进一步进化了 但毕竟这是一套散热器 而不是风扇而已 对了更高的用料与规格 但实际散热表现没太多提升 就是个事实 再来就是没有进一步优化安全体验 远古的铁丝风扇扣具 冗长的风扇供电线 这些完全都没有一丝丝的改进或是优化 每个品牌都早已在做各种差异化的改进 不论是一体式设计又或是简易的风扇拆装设计 以及良好的供电线的接线体验等 这些在前几年都有不少品牌不断优化和改进 但猫头鹰就是死活不做任何的优化 我承认目前这一颗D15G2在质量、做工、材质、性能、造域等都非常顶级 但不代表其他有关安装等的体验就可以完全无事 7年前这样的设计与体验还算是1.1的 但现在早已不是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才是足够纯粹 只强调商量器做工、性能与造域表现才是真正的好品牌 可我认为上述这些都很重要 但猫头鹰向来都是综合体验最佳的标杆 那时至今日撇除主观性较高的外观设计以外 我觉得优化风扇安装体验 以及接线体验这一点要求完全不过分 特别是风扇接线这一款 而我之所以会如此强调这一点小细节 完全是基于它149刀的零售价 我认为我的要求真的一点点不过分 因此我想问什么时候会零售A44-25G2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关于猫头鹰诺2NH D15G2标准版风冷的体验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我自己从北美亚马逊购买了这一套D15G2 让我能够给各位进行相关的评测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一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